女人带着千万首饰参加爷爷的寿宴 却被姐妹认为是水货 嫌她丢了爷爷的脸面 要将她赶出家门 幸好老公及时出现 给她乱搬宠爱 实力打脸个大绿茶 没想到随随便便捡的平民老公 真实身份居然是富豪榜的大佬 今天是爷爷的寿宴 苏暖再次回到林家 一进门就遭到姐妹的冷眼相待 说她是私生女不配进家门 苏暖从小就被欺负 就连曾经的心爱之人 也成了姐姐林轩的丈夫 苏暖坦言是爷爷叫她回来的 林轩故意挑事 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她没礼数 连生姐姐都不愿叫 只高气昂地让苏暖赶紧进屋 免得丢人现眼 苏暖看向门外 说想等她的丈夫一起进去 林轩嘴角露出了一丝鄙夷 认为她离开了情侦 肯定找不到拿得出手的老公了 苏暖看出了她的坏心思 直接选择了无事 可刚进去就看见了曾经心爱的男人 两人相视一笑 苏暖陌生地喊了句姐夫 一旁的绿茶妹妹担心姐夫旧情复发 赶紧直开苏暖 将她带到牙间嘴利的三伯母身边 看着苏暖身上的衣服和珠宝 三伯母虚伪地表示很不错 没给爷爷丢脸 但绿茶妹妹就不乐意了 这难道是最新出的MH系列吗 三伯母笑了 说这款首饰根本没有面试 这只是普通的水晶 为了让苏暖出丑 妹妹一把就抓住她的手 大声喊着说她带的就是水货 这套首饰是老公阿白送她的 她也知道老公不可能买得起正品 随后甩开妹妹的手 三伯母说的没错 这就是普通的水晶 听到苏暖承认 绿茶妹妹更加得寸进尺 直言她就是丢了爷爷的脸面 苏暖满脸阴沉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既然给林家丢脸那我不带了 说着便把首饰脱了 这时林轩带着她的老公过来凑热闹 假惺惺地说让妹妹别再胡闹 没想到妹妹却气愤地抢过首饰 苏暖本来就上不了台面 还想把苏暖赶出家门 将她推倒在地 再众目睽睽下不来台 忽然盛宴大门缓缓打开 一个西装男缓缓走了进来 看着林轩都着了迷 阿白温柔地抚摸着苏暖的头 满脸充满了柔情 对不起老婆 我来晚了 这个男人身价过瘾 为了心爱的女人 他特意打扮成平民好男人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没想到和妻子第一次回娘家 就受到姐妹们的冷嘲热讽 诋毁妻子带的首饰是水货 丢了爷爷的脸面 还要将妻子赶出家门 老婆奴爸总及时出现 将受委屈的妻子紧紧抱在怀里 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她揉脚 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三伯母一脸不屑 说她是哪里来的癞蛤蟆 男人眼神凌厉地看着她 我是乔白 暖暖的丈母 强大的气场令三伯母脸色欲惊 我想我有责任了解你们对我妻子做了什么 这时妹妹手上的首饰引起了她的注意 那正是她送给爱妻的 只见乔白缓缓伸出手说道 现在立马拿来 姐姐林轩想做何事了 却被乔白直接无视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拿来 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巨响 原来是爷爷来了 林轩见壮力马上前讨好 可爷爷并没有给她好脸色 让大家一人少一句 随后吩咐大家进内庭 苏暖已经一年多没回娘家了 看到爷爷满头白发 她感到心中有愧 乔白牵起她的手 感受着丈夫手掌的温热 苏暖心情好了不少 但这拨狗粮看得绿茶们只咬牙 妹妹眼红说苏暖就是走了狗屎运 而姐姐林轩更是不服气 你苏暖的男人 我抢得了第一次 就能抢第二次 对面爷爷的怒火 绿茶妹妹故作委屈 跪下认错 以为爷爷会联系她 毕竟苏暖只是个私生女 苏暖的闺蜜迷 可一眼就看出她在演戏 当爷爷发现苏暖时 顿时没开眼笑 苏暖扑通一下跪了下来 说自己没有进到女儿的笑心 乔白也随着妻子跪了下来 爷爷 这是你的孙女婿 说着乔白递上一份礼物 看着几人其乐融融 绿茶妹妹很不爽 当想起身 却遭到爷爷的怒斥 谁让你起来的 给我跪着 女孩带千万首饰回娘家 却被家人嘲笑是水货 嫌她丢脸 要将她赶出家门 正当暖暖受欺负时 世界首富老公突然出现 不仅为妻子打抱不平 还要求绿茶妹妹 归还妻子的千万首饰 不问自诩就是道 说他偏心帮着私生女苏暖 一把将首饰砸向了地面 爷爷再也沉不住气了 你们认为我老糊涂了 帮宠着一个外星人 突然砰的一声 房门被推开 走进来一个长得还行的油腻男 一脸臭美地和大家打招呼 可全场却没一个人回应他 此人正是陆家公子陆海生 乔白顿时脸色凝重 因为他和海生认识 担心被他暴露真实身份 但海生却假装和他不认识 一旁的苏暖感觉他很眼熟 乔白健壮立马捂住他的眼睛 暖暖 你看那小子太久了 苏暖俏皮地吐了下舌头 他长得都没你一半好看 随后询问这人是不是米可找来的 话音刚落 海生就来到了米可的身前 油腻地说着想死他了 米可假装自己受委屈了 要海生为他讨公道 这富家子弟连爷爷都惹不起 胆忙让绿茶妹妹当众道歉 妹妹哭喊着自己没有打米可 三伯母还解释手势本来就是水货 这样做都是为他老人家面子着想 随后便归还给苏暖 苏暖赶紧收了起来 说这是丈夫送他的礼物 就算是水货自己也喜欢 这时海生注意到了首饰 项链很好看 切割技术也很棒 不愧是MH系列的出版 此话一出惊呆了众人 不是说苏暖的丈夫是个平民吗 怎么可能买得起 女孩带着千万首饰回娘家 却被姐妹认为是水货 还嘲讽他老公身无分文 怎么可能买得起钻石 可下一秒绿茶们却被啪啪打脸 富家子弟陆海生一眼就看出了真伪 绿茶林轩连脸都绿了 他不甘心苏暖有个人帅多金的老公 质问乔白买的是不是水货 乔白笑了笑 为了隐瞒京城首富的身份 他把锅甩给了陆海生 这下全部人都看向陆海生 希望他给出答案 陆海生思考片刻后 谎称是自己送给苏暖的 一旁的苏暖满脸迷惑 乔白赶忙给陆海生识眼色 内心对乔白一顿吐槽 随后机智地来到米可身旁 听闻苏暖要归来 所以就替米可送了份见面礼 这就是正短的钻石首饰 苏暖看出了端倪 认为丈夫和陆海生肯定认识 这时林家老爷笑了 原来这是一场误会 打算当场要求绿茶妹妹和苏暖赔罪 姐姐林轩眼几手快说宾客到齐了 随后扶着爷爷先进宴会 林家老爷要求和暖暖坐在一起 三伯母顿时来气 说苏暖只是个外星人 怎么可能和林家坐在一起 林家老爷一脸慈祥地看着苏暖 我的亲孙女只是随了他妈妈心 谁要是再说他是外家人 以后不要进我林家门 苏暖看了一眼深厚的丈夫 乔白满脸笑意对他点点头 这甜蜜的举动看得情真很不爽 只因苏暖以前是他的前女友 但他抵不住林轩的诱惑 最终成了苏暖的姐夫 如今却想吃回头草 但乔白的身份让他有所忌惮 既然认识陆海生 肯定不是什么善差 这男人脸皮真厚 喜心愿就抛弃了前女友 如今却想吃回头草 目睹苏暖跟丈夫眉来眼去 他这个穷女婿 所以才将他冷落在一旁 他那点小伎俩乔白看在眼里 随后绅士地向他敬酒说道 苏暖是我的妻子 也是我的爱人 劝告秦真不要多管闲事 只是抿了一口酒 就发现酒的浓度不够 不用猜都知道是赝品 秦真脸上多了几分尴尬 准备查户口打探乔白的底细 这时富家子弟陆海生叫住了乔白 还假装不认识地询问他的名字 看着两人相谈甚欢的画面 秦真虽然很不爽 但还是故作讨好为陆海生道酒 海生只是闻了闻 就说秦真不厚道 居然拿这么低劣的酒招待他 一旁的乔白笑了笑 陆绍你是来拆台的吧 此话一出众人傻眼了 他们没想到一个乡下出来的孩子 居然敢和陆绍也这样说话 秦真更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以为陆少会训斥乔白 不料乔白举起酒杯说道 既然你是来找我喝酒的 那我不能不给您这个面子 感情深一口闷 陆绍见状哈哈大笑 夸他是个爽快人 秦真也露出了难以置信的丑恶嘴脸 忽然苏暖满脸通红地跑了过来 拉着乔白去陪爷爷敬酒 这甜蜜暴击让秦真无所适从 黑着脸一言不发 众人对乔白的身份产生了好奇 有个不怕死的暗讽乔白就是穷屌丝 一看就不像有钱公子 突然砰的一声 陆海生警告他们说话小心点 不然哪天得罪了阎王还不自知 见陆少要发怒 秦真赶紧过来献殷勤 万一闹大了 他这个女婿在林家就没立足之地了 路少见他挺逝去 索性扭头不再答应 他是个庶女 时隔五年再次回家 不受家人待见 被姐妹赶出家门 却得到了爷爷的宠爱 无所忌讳地公开他的身份 不顾家人一样的目光 将林氏集团的10%股份转给他 苏暖深受感动 没想到爷爷对自己如此呵护 绿茶林轩心里不平衡 既然得不到你的股份 那就抢走你的男人 只见他端着汤慢慢靠近乔白 假惺惺的出言观星 言语中充满暧昧的气息 可乔白都不想正视他一眼 让他赶紧回去洗洗睡 傲娇的林轩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这世上就没有他降服不了的男人 他开始卖弄骚姿 露出那洁白的大长腿 想用美色将乔白俘虏 汤要是凉了再喝容易伤身 没想到他那自以为是的魅力 对乔白根本起不了作用 更是无视他擦肩而过 天气冷了 你应该多穿一点 林轩觉得很没面子 挫败感涌上心头 这男人居然这么不上道 只要是苏暖的东西 最后都会是我林轩的 乔白一打开房门 发现苏暖已经在熟睡了 但开门声还是将他吵醒 两人在床上看着彼此 苏暖问他今天有没有受委屈 如果有的话 那个股份他就不要了 可林家划清界限 乔白宠溺地喊他傻瓜 我一个大佬爷们受什么委屈啊 随后还拍了拍苏暖的臀部 苏暖顿时脸色羞红 恼羞成怒还将枕头砸了过去 幸好乔白去洗澡跑得快 睡眼惺忪的苏暖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乔白沐浴完缓缓走了过来 这健硕的身形看得苏暖流口水 两人就这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谁能给这白莲一巴掌 明知道霸总有老婆 还欣欣做太出言挑逗 一个劲地往霸总身上凑 难得苏暖和老公共固二人世界 却遇上了公司出了名的白莲花软雅 看到乔白秒变花吃脸 完全不把一盘的苏暖放在眼里 苏暖倾可两声已是警告 白莲有所察觉 不情愿地跟他打了声招呼 可内心却暗骂苏暖是个扫把心 看着他三句不离自己的老公 苏暖难免心生促意 随后挽住老公的手 嘟着嘴将他拉到自己身旁 乔白也看出他的在乎 便以回家做饭为由提前离开 看着两人牵手远去的背影 软雅气得咬牙切齿 怎么也想不通这么英俊的男人 怎么久跟了苏暖这个平凡女 突然鼻尖流出一抹心红 脑海里全是乔白的诱人身材 苏暖顿赶被挤发凉 不料转头一看 只见软牙眼冒星光流着口水一脸痴迷 给着小两口整无语了 以后离这个神经病远一点 一回到家 乔白就展示居家好男人的一面 四菜一汤生活乐无边 就在乔白洗碗的时候 苏暖提议将这个房子买下来 因为爷爷给了他10%的公司股份 他现在是妥妥的富二代了 乔白听到这话愣了一下 苏暖赶忙解释让他别多想 自己并不是在怪他没钱买房 而是自己有钱了 乔白笑着捧起他的脸说道 不知道我现在的钱够不够买奶粉 苏暖脸色羞红不知所作 他知道乔白想要孩子了 虽然自己才25岁 但是乔白已经32岁了 再不要孩子 等过几年就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这样两人达成了共识 职场绿茶千千万 遇到你该怎么办 女人只是回了一趟娘家 富二代的身份却人尽皆知 人们眼里的贫穷女 一夜变成了豪门千金 绿茶软牙简直羡慕极度恨 苏暖刚回公司上班 阮雅就一脸比一地看着他 还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姿态 苏暖以为他吃错药了 对他老公就甜蜜蜜 对自己就假惺惺 当苏暖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 全部同事都死死地盯着他 还有不少在背后窃窃私语 苏暖尴尬地愣在原地 他只不过是请假了几天 怎么整个部门就变得如此陌生 李姐战战兢兢地过来打个声招呼 苏暖递给他一个从老家带来的礼物 感谢他多日来的帮助 李姐打开一看 居然是钻石夜行耳环 顿时笑得合不拢嘴 钻石是正体吗 苏暖说送给李姐怎么可以买包房啊 李姐突然凑到她的身旁 他们传言都是真的 苏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暴露 询问到底什么传言 随后李姐道出了真相 原来你是万恶的富二代啊 以前就在扮猪吃老虎啊 一旁的绿茶软牙脸色极为难探 阴阳怪气地说苏暖只不过是个私生女爸 李姐丝毫没有给她面子 说她就是心理不平衡 可阮雅却死鸭子嘴 诋毁苏暖肯定是被家人冷落才回云城 苏暖拦住了要发火的李姐 接着置地有声说道 云城是我老公的家 我肯定要跟着回来啊 阮雅被气得咬牙切齿 却依旧自信满满 那就看谁能笑到最后了 苏暖打算向经理汇报工作 房内突然传来女人的交传 结果一打开门 发现阮雅居然和经理在搂搂抱抱 男人身价过意却天天喊穷 为了立的好人设 四菜一汤手到擒来 西装都是分妻付款 妻子信以为真 从绿茶手中抢了个好项目 打算将继承的股份为她买套房 努力挣钱和丈夫共度余生 当她来到蓝天公司面谈 却发现丈夫在这里上班 还和大老板谈笑风声 两人四目相对 苏暖心中充满了疑惑 笑着问她为什么在这里 白乔用微笑掩盖内心的慌张 谎称自己刚好在这边有业务 恩爱如初的画面 让一旁的单身狗不知所措 男人倾客两声 苏暖脸红快速分开 说自己是乔白的妻子 是来找韩总面谈的 男人嘴角微微扬起 非常友好的伸出手 看着其他男人摸老婆的手 乔白心中的怒火再也无法压抑 韩总冷汗直流赶紧抽回 不然后果很严重 为了保险起见 老婆努乔白死提赖脸 要和苏暖一起去面谈 苏暖暗自窃喜 虽然老公对人没什么钱 但是处处都把他放在心中 韩总是乔白的下属 面谈自然果十分顺利 坐电梯的时候 苏暖被江边的美景迷住了 只是随口说了一句很喜欢 乔白打算直接摊牌了 说现在租的房子 水电费太不划算了 要不我们在江边卖一套别墅吧 苏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当继承了林家的产业 他现在可是个富婆呀 乔白抱着他扭过头 这软饭硬吃的感觉真美好 两人来到商场 看到新衣服苏暖就两眼冒光 可一套内衣居然高达两万 价格顿时让他心思 乔白大手一挥 叫他随便挑 我的女人值得拥有最好的 内衣肯定也要是最好的牌子 苏暖突然硬气了起来 毫无顾忌大步往里闯 女人带首富男友来买衣服 却被看不起 把他们带到了廉价区 苏暖觉得质量太差 要求把橱窗的那件封衣给丈夫试穿 尽管员工不情愿 但还是娶了下来 言语中充满着鄙夷 乔白穿上身秒变高富帅 就连后面的店员也看待了 苏暖让他把衣服抱起来 服务员面露歉意 说这件衣服是非卖品 以为他们买不起 这时身后出现一个女人怒吼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地位 还真是什么衣服都敢试 苏暖回头一看 是谁说话这么难听啊 只见女人摆出衣服 趾高气昂的姿态 说这衣服是他大价钱 找人量身设计的 你根本买不起 苏暖看出她是丈夫老板的女儿 上班总是骚扰自己的账路 乔白不想惹事 既然是定制的 那我们还是不夺人所好 说完便拉着苏暖离开 女人脸色愈发难看 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衣服都让你们穿了 已经是旧的了 你们就这么离开 苏暖问他到底想什么样 女人脸上露出一抹得意 我让你们赔 你赔得起吗 乔白冷冷地表示 多少钱我赔给你 吓得一旁的服务员都猛了 这时经理前来和女人道歉 承认是店员的过错 可以五折卖给他 但女人并不罢休 可乔白也不在搭理 表示衣服他们会买下来 让他别再无理取貌 女人背弃的火帽三丈 服务员暗想这男人怎么回事 买不起嘴里还没好话 这时韩总监正巧路过 女人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 轻易地叫着韩哥哥 苏暖悄悄告诉乔白 这女人今天肯定不会罢休 乔白突然将他抱住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女儿故作讨好韩总监 指着苏暖说就是他欺负我 苏暖面露尴尬 韩总监缓缓向他们走来 再次友好的伸出手 上午谈合作下午又见面了 真是有缘啊 见几人其乐融融 女人满脸疑惑 韩哥哥你们认识吗 韩总监解释苏暖是他们的男装设计师 但女人依旧要求他为自己做主 这次失误是谁的 负责人又是谁 店员跟经理听后欲哭无泪 女人只想给首富老公买件衣服 却被店员诋毁买不起 还被绿茶索要赔偿 说被女人是穿过衣服救了 找来韩总监想为自己讨回公道 没想到韩总监是乔白的下属 绿茶不仅丢尽了脸面 还下不来台 大声喊着要苏暖道歉 苏暖表示可以赔偿 让他别再胡闹 眼看他们要离开 绿茶顿时急眼了 我不信你能走出这个门 苏暖回头微微一笑 怎么 还想把我禁不起来 绿茶一脸不服地看向韩总监 可韩总也无可奈何 这帝国确实没人敢来你的路 韩某不会 也不敢 临走前 乔白给了他个拾去的眼神 绿茶气急败坏看着韩总 想不通平时护着自己的哥哥 今天怎么就不敢出声了 韩总默默地点点头 不自觉地和苏暖两夫妻站在了一起 绿茶这时明白他们就是一伙的 仰手就要向苏暖拍去 却被乔白一把抓住 绿茶还委屈巴巴埋怨一个男人竟然动手 乔白表示自己不打女人 但是谁要是碰了暖暖 我绝不顾惜 苏暖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晚上坐沙发上看杂志 无意间看到韩总监的采访 传闻说他生性风流 也没个正经的男朋友 忽然内心有个大胆的想法 乔白和韩总的亲密画面浮现脑海 韩总不会看上我丈夫了吧 一脸慌张地跑到乔白身边问他 老公你觉得韩总这人怎么样 乔白一脸疑惑 表示和他没有过多来往 只是工作上的视野 随后一把将苏暖抱在怀里 让他不要多想 还表示会守护和爱他一辈子 说着慢慢向两人的卧室走去 将苏暖压在身下 凑到耳边说他太明胆了 苏暖哪里抵得住这般调诺 以下的内容只有点赞才可以看 这把总可真会玩 每天下班洗衣脱地 谎称自己是个穷小子 背地里却帮妻子出谋划策 让妻子在工作上评估清云 苏暖刚回到公司 突然发现自己的设计图被人盗取 而新闻发布会就在明天 他明明每次下班都有关电脑 怎么可能会被人窃取 肯定是有人故意而为 乔白一日既往地做好饭菜等他回家 苏暖故作满脸笑意 但还是被心细的老公看出了端倪 问他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面对乔白突如其来的关心 他卸下来坚强的伪装 坦言设计图被人盗用了 而自己并没有办法处理 乔白二话不说将他拥入怀中 摸着他的脑袋 安慰他老公再没意外 表示有办法救场 说完乔白便联系他国外公司的员工 马上筛选一份最好的男装设计图 发到我的邮箱 苏暖见到新的设计图顿时心花怒放 直接扑向了乔白的怀恩 嘴里一口一句老公你真棒 还提一说约好心人出来感谢一下 乔白笑了笑 趁苏暖入睡之时 乔白再次打起了电话 言语中充满威慑 他要彻查公司内部的人员情况 如果发现有不三不四之人 立马清除 同事理解看到设计图后赞不绝口 两人有说有笑的画面 被角落的绿茶看在眼里 没了设计稿还这么嘚瑟 当他准备找人问下怎么回事 却发现周围的人都躲着他 就连主动打招呼 同事们也都是熟视无睹 生怕和他有一点关系 绿茶察觉了不对劲 大家见他就跟见鬼一样远 女人做梦也没想到 大街上随便捡得便宜老公 不仅严刀腿长 还是个隐藏财富榜第一的大佬 每天以围裙相伴 煮得一手好饭菜 苏暖沉浸的宠溺中不能自拔 自从用了新的设计图 因获得福的他更是获得了韩总的赏识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乔白的功劳 轻轻的苏暖抱在怀里 承诺再过两年就让他过上好日子 说完便跑回房间 拿出礼物满脸笑意地递给苏暖 苏暖顿时也冒金光 询问今天是什么日子 内心对礼物充满期待 当拆开的那一刻 是他梦寐以求的房子 而且房子是写着苏暖的名字 为了隐藏身份 乔白表示这房子只是给了首付 以后分期还需要一起努力 这突如其来的温暖 让苏暖内心充满感激 走秀的衣服一共十二套 却发现少了一套 还是此次主题重磅推出的那件 找到了 当大家庆幸衣服被找到的时候 已经被人捡得破烂不堪 同时提议报警处理 这肯定是有人故意使坏 如今走秀马上开始 苏暖不想节外生枝 让他们只管走好这场秀 其他的自己会处理 看着手里的衣服 苏暖渐渐沉下脸 为何自己会三番两次被人针对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有几套新的衣服尺寸被做了出来 但是一时间却找不到合适的模特 这时乔白刚好来探班 看着老公这完美的身材比例 苏暖赶紧上前讨好 不解 给他做个惊艳四座的造型出来 大改造之后 苏暖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就连同事见后都脸色羞红 阿白 平时走路怎么走 台上你就怎么走 你一定可以的 爸总本想做个低调的穷小伙 但为了妻子的脸面 他卸下了暖男的伪装 决定在走秀台本色出演 一身西装大长腿 谁看谁要流口水 底下的妹子被迷得神魂颠倒 就连韩总都觉得不可思议 堂堂赴好榜第一的大佬 居然在走秀 苏暖在后台暗自窃喜 发布会完美羡慕 他第一时间跑到乔白身边 一口一个老公你好帅 这时韩总打破了两人的甜蜜 想邀请他们参加庆功宴 只见刚准备接触到苏暖 就感觉全身被乔白的杀气包围 赶紧将手抽回 晚宴上苏暖坐等乔白头位 地旁的李姐简直羡慕极度恨 能遇到乔白这样的男人 你这妮子上辈子肯定积了德 话还没说完 李姐就使劲摇着苏暖的头 那是谁 暖暖你快看 苏暖扭头看去 只见乔白和男庄大佬齐老在谈笑风声 两人直接看傻眼了 阿白明明不是这个行业的 怎么会认识大师齐老呢 齐老在乔白的介绍下看了过来 随后点点头 还主动拿起酒杯敬酒事宜 苏暖和李姐就跟做梦一样 行业之神居然跟我们敬酒啊 苏暖鼓起勇气走了过去 刚才的发布会得到了齐老的赏识 这时韩总出现在众人面前 还故意说发布会的衣服被人捡坏了 多亏苏暖临时应顿 齐老顿时对苏暖更是赞不绝口 想和他一起为庆功宴致辞 为他的前途铺路 但记者们却揭开他林家私生你的身份 质问他为什么要离开林家 是不是因为曾经的前任被姐姐抢走了 面对记者们七嘴八舌的问题 苏暖不知如何是好 在台上丢尽了脸面 乔白义无反顾冲上前 紧紧地将他抱在怀里 有我在 一切都会好起来 女人被姐姐抢走了未婚夫 成了人生的败家 处处都充斥着流言蜚语 说他是林家的私生女 不配站在聚光灯下 在他最无助的时候 却遇见了他的一生挚爱 乔白奋不顾身冲上前 抱着苏暖远离记者们的谩骂 只是一个冷漠的眼神 就吓得记者们连连后退 他可是京都首富啊 深受打击的苏暖抹去了眼角的泪水 反慨着有这样的丈夫真好 随后两人在树林里闲逛 见苏暖冷得瑟瑟发抖 乔白毫不犹豫为他披上毛巾 男人的温度让苏暖深受感动 要是当年我遇到的 第一个男人是你就好了 乔白用手捂住他的嘴 说现在就是他们相遇的最好时机 看着苏暖恢复了笑容 乔白的眼中满是宠意 如果早些遇见你 我就不会爱上你了 或许你也不会爱上我吧 但乔白没有说出口 两人结婚没多久 但却经历很多 苏暖打算对乔白说出自己的过去 曾经他妈妈仍美生甜 拒绝了所有追求者 义无反顾和林家少爷走到了一起 尽管外公反对 但妈妈还是偷偷和林家少爷领了证 妈妈怀孕生下了他 和家里断绝了关系 可当苏暖两岁的时候 林家少爷却抛弃了妈妈 和另外的女人走到了一起 妈妈等了三年 到死的那一刻 也没有等到林家少爷的出现 而他却被人接回了林家大宅 天天被林家人欺负 没有一天是开心的 直到林家老爷子的出现 他才知道什么叫亲情 看着心爱的女人暗自神伤 乔白此刻紧握着拳头 他一定要将苏暖受的屈辱 全部讨回来 这白莲真可恶 明明窃取了苏暖的设计图 却死鸭子嘴硬 还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姿态 原来他早已和高层发生了关系 苏暖上门心事问罪 无奈只好无功而返 这天苏暖刚回到公司 同事们一个个神情低落 白莲阮雅不顺眼 打算找总经理举报他窃取设计图 而这时阮雅笑着 从总经理办公室出来 苏暖察觉到了端倪 同事们也纷纷猜测 他们的关系不一般 就当苏暖把证据递在高总的面前 要求他调查阮雅的时候 高总却不以为然 劝告苏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还想用年终奖让他们稀释名人 只因阮雅是他的情妇 苏暖终于看出了高层的真面目 直接给钱当封口费吗 一怒之下苏暖只好摔门而出 此时阮雅正一脸得意地看着他 苏暖只好找丈夫乔白诉苦 乔白对着手机笑了笑 高层的包庇和腐败他早已知晓 现在也到了全面整顿的时候 苏暖始终感觉到忐忑不安 当他往窗外看去 却发现乔白早已在楼下等候多时 见到丈夫满脸笑语 苏暖的心情瞬间好了起来 直接扑向乔白怀中 两人在街道毫不忌讳地撒狗粮 乔白为了安慰苏暖 决定带他去吃高档的西餐厅 精美装潢让苏暖眼前一亮 这是一个油腻胖子进来找茬 说要两人的情侣位置 服务员不敢得罪 就索性将苏暖他们预定的位置让给了胖子 苏暖抱怨不公道 但服务员却一脸嘲讽 见他们没钱没事根本没放在心上 突然经理一脸慌张地跑了出来 身体害怕得瑟瑟发抖 苏暖满脸迷惑 怎么这人这么害怕 其实乔白是他们的老板 你作为经理姗姗来迟 现在立马消失在我眼前 女人带首富老公来吃戏餐 却被吐槽寒酸看不起 将他们的位置让给了有权势的胖子 幸好餐厅经理及时认出乔白的身份 不然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这是一个声音引起了苏暖的注意 原来是富家子弟陆海生 死皮赖脸说要和苏暖两夫妻吃饭 苏暖暗想自己早已不是邻家人 只好委婉地拒绝了他 眼看两人要离开 陆海生立马沉下脸 满脸笑意地看着一旁 当才刁难苏暖的服务员 警告顾客就是上帝 千万别狗眼看人低 当场就将服务员解雇了 经理健壮赶忙拿出餐厅的黑金卡讨好 乔白毫不客气地拿下了 头也不回转身离开 陆海生当场卖萌 说要和他们一起吃饭 乔白很不爽 不明白这货到底要干嘛 而一旁的苏暖说要感谢他 只因上次参加爷爷的家业 陆海生替他说了好话 乔白收起了严肃面容 一切都听老婆大人安排 两人沉浸在恩爱当中 完全把陆海生晾在了一旁 苏暖将公司高层包庇的事告诉了乔白 他打算离职 乔白心头一惊 目前他已经暗自在整顿公司 说公司已经被人收购了 希望苏暖等等再做决定 苏暖满脸迷惑 这是属于公司机密啊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 乔白心须撇过脸 说是不小心在韩总口中听说的 苏暖信以为真 说自己也是听同事说 目前还不知道真假 乔白一把将他拥入怀中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两人在车后甜言蜜语 陆海生实在看不下去了 把他当司机也就算了 还当着他的面撒狗粮 苏暖顿时脸色羞红 忘记还有陆海生在车里 乔白可没给他好脸色 居然打断自己和妻子的美妙时刻 陆海生从来没这么卑微过 这小两口还真当他是兼职停车的了 当你有个大卫王朋友 试中什么样的体验 完全不顾周围人的目光 直接炫了几十碗米饭 明明是农家小菜 但富家子弟陆海生却吃得格外的香 乔白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 果断拒绝了 表示自己做的饭菜 只给爱妻享用 第二天苏暖公司迎来新老板 一大早就闹得沸沸扬扬 女同事更是满眼桃花 据说新老板是个美男子 苏暖定眼一看 没想到居然是昨天大卫王陆海生 见到苏暖后 陆海生秒变乖乖男孩 一口一个嫂子好 周围的吃瓜群众炸开了波 嫂子 一旁的高总被吓得冷汗直流 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大小姐 两人嘘寒问问过后 得知陆海生买下设计公司 就是为了给女友米勒当礼物 有钱人的世界真好 居然砸钱买公司哄女友开心 陆海生让她保守秘密 苏暖心领神会 信信闺蜜米勒找到了好男人 提议在米勒生日的时候 可以给他一个惊喜 一听到海生居然不知道闺蜜的生日 苏暖顿时来气了 嘴上说着多爱 内心都不知道有多话 随后一脸怒意地警告海生 如果你想玩玩 那就别靠近米勒 海生赶忙摆摆手 表示自己是真心实意 两人争吵的画面 让同事们目瞪口呆 没想到苏暖居然这么大架子 连新任老板都敢骂 海生只好以开会为由逃离现场 苏暖将海生是公司总裁一事 告知乔白 乔白让他到家中吃饭 突然发现白脸软雅在角落化妆 浓妆弹幕不知道又要去干嘛 看来海生有危险了 闺蜜的男朋友 突然变成了自己的老板 女孩为了闺蜜的心 竟主动出面首次绿茶谱 老高下班 没想到走出电梯的居然是陆海生 阮雅主动贴上去 他早就跟老高商量好 由他负责接待新董事长 提前安排好宴会地 就等着晚上灌醉陆海生把他拿下 以后在公司里就能横着走 尤其是看到陆海生的延迟还这么密贴 阮雅直呼转道 苏暖一看到阮雅的表情 就知道他肯定动了外星子 为了米勒绝对不能让他跌场 于是他急匆匆的跑到陆海生面前 问他开完会了吗 乔白已经在家里准备好晚餐了 正好下班可以一起走 陆海生欣然答应 让其他人更忙个的 阮雅没想到自己的计划 天一无误 却被苏暖横插一脚 当场就急了 要和苏暖礼问 陆海生的秘书拦住阮雅 不带一丝感情地说道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 我们总裁今晚要会亲戚朋友 没时间参加宴会 老高见阮雅撒泼也发火 让他适可而止赶紧过 苏暖看着阮雅气冲冲地离开 长舒一口气 好在是拦住了 晚上回到家 陆海生看到穿了一身碎花围裙的乔白 顿时感觉怀疑人生 他强忍笑意跑去洗手 随后打量起他们的小家 他心想 这客厅还不如他家以前的厕所 堂堂世界首富 真是为了老婆什么都能忍 苏暖见陆海生左部右看 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们家太小了照顾不周 陆海生连忙摆手 憋着笑调砍起乔白的碎花围裙 苏暖生怕陆海生笑话乔白 连忙解释围裙是自己 只不过因为乔白经常做饭 就让他拿去用 陆海生坐在桌前感叹自己 还真是有口 他最喜欢吃涮羊肉 以前在国外馋了的时候 还特意飞回国吃一顿再飞回去 苏暖美滋滋地说道 那你可要谢谢阿白 是他说今晚要吃涮羊肉 才把你叫过来一起 陆海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乔白顺势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不用感动 本来就准备今晚给暖暖 做涮羊肉吃 顺到请你吃饭 还省得又要去外面花钱 毕竟我和暖暖很穷的 陆海生被乔白的化雷的外交里面 忍不住吐槽 才一年你就真的变成家庭主顾了 乔白面色不善地提醒他 是啊陆先生 我才结婚一年 今天你第一次来寒舍 我给你敬酒吧 陆海生感受到乔白的杀气一阵后怕 多亏刚才没说漏斗 乔白让他在公司里多照顾苏暖 只要不让他受欺负就行 陆海生听出他话里有话 让苏暖把在公司里受的气告诉自己 苏暖叹了口气 说出自己的设计被阮雅盗用 但阮雅和高经理有互正当关系 想要大事化想 陆海生当场就怒了 今天他还决定让高经理继续认职 没想到背后还发生过这种事 乔白冷漠地提醒他动作小点 要是把汤拍撒了 明天我还得拖地 陆海生老老实实乖巧做好 然后拍着胸壶向苏暖保证 公司内部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好 一小时后 乔白送陆海生下门 回到家里 看到刚才和陆海生抢肉吃泪的够呛的苏暖 已经躺在沙发上半梦半醒 说什么都不肯去洗澡 乔白把苏暖抱在怀里 贴着他耳边柔声说道 宝贝儿 我带你去洗 我给你洗好吗 另一边的陆海生 想起今天在乔白家看到的幸福画面 忍不住羡慕地望向窗外 一旁的司机问他 陆总是有什么事吗 陆海生笑着回复 没什么 夜幕降临 玫瑰花瓣散落在浴缸的水中 苏暖坐在浴缸里 乔白在一旁帮他洗着头发 苏暖舒服地将眼睛眯了起来 乔白见此不禁感叹 真可爱啊 于是伸手捏住了苏暖的鼻子 苏暖一时无法呼吸 凉起手中的水泼向乔白 臭阿白 趁我睡觉竟敢欺负我 看招 苏暖得意洋洋地回头看着乔白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此时乔白身上已经被水泼湿 露出精壮的胸膛 苏暖看了一时脸红 乔白也将衬衫的扣子解下 看来 男男想和我一起洗啊 苏暖害羞地将眼睛捂住 只露出一条缝 屋内春光无限 第二天 苏暖慌忙地向公司门口跑去 昨天晚上一折腾 直接睡到中午了 李姐此时悄悄地来到苏暖的背后 暖暖啊 今天来得这么晚 是不是阿白陪床了 苏暖慌忙摆手 最近不是没什么事吗 又是弹性工作制 我就多休息了一会儿 李姐摸了摸她的头 不逗你了 星总才让你来得去一趟 苏暖十分期待 昨天和陆海生说的事情 有眉目了 李姐此时套近乎 暖暖 姐平时对你不错吧 张胖子要是被开了 估计你就是主管 以后替身高的案子 得给姐留着呀 苏暖担心地问李姐 是不是最近遇上什么事情了 李姐说她这么做 也是为了她的儿子 她老公好久不上班了 整天喝酒打游戏 这次八成真的要离婚 苏暖坚定地握住李姐的手 有什么我能帮的 我一定帮 您是我入行的师傅 我能不管吗 李姐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 不知道还能挣几天钱 想趁还能工作的时候 尽量给萌萌仔一点 李姐让暖暖 不要过于担心她 让她先去忙吧 苏暖此时因为理解的事情 心情十分低落 她想到了乔白 便掏出手机给她发信息 阿白 谢谢上天让我遇见 这么刻苦努力的你 好老公 真是太让人幸福了 苏暖来到总裁办公室门口 看在门前的两个保镖 内心有些猛 在公司里 保镖不至于吧 我们微云 有这么不安全吗 一旁浅色发色的男子说 苏小姐 少爷在里面等着你 直接进去就可以了 门却在此时被从里面打开 陆海生走了出来 走吧 嫂子 苏暖不知所措 她内心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陆海生带她直接进入了会议室 众人看着两人 纷纷猜测他们的关系 陆海生坐在前面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 是因为我们总裁 已经接手微云了 跟大家打个照面 陆海生此时也在散发着魅力 请大家认输我这张脸 别干了一辈子 还不知道再给谁挣钱呀 随后陆海生主动提起 今天高经理没有来 几位主任也没有来 是因为他们任职期间 没做出什么像样的项目 公款倒被挪用了好几十万 他不知道让他们留下 有什么用 所以陆海生将他们踢出了微云 而接下来陆海生将宣布一件更加残酷的事情 从明天开始将要进行为期一周的岗位考核 他也将主题给到了大家 希望他们下周二交稿 苏娜望着陆海生 此时他像是一个陌生人 刚刚还在开玩笑 这么一会儿整个人的气势都不一样了 一旁的阮雅却举起了手 总裁 我这里还差一份 刚才没有发给我 陆海生看着阮雅问他 这位小姐 请问你是谁 阮雅主动地进行自我介绍 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美貌 给陆海生留下一些印象 然后到他的身边来 陆海生低声说 阮雅 是吧 等一下去人事部 文生帮他把辞职手续办好 阮雅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辞退他 却被一旁的助理请出了会议室 阮雅十分愤怒 总裁 我不明白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您是不是听苏暖说了什么 是不是误会我了 苏暖此时却很淡定 阮雅 你还在说什么 承认一句 你偷了我们的设计 有这么难吗 理解也站起来声援 今天大家都在正好说清楚 你给斯特尔的设计 到底是哪来的 阮雅此时已崩溃到极致 众口说惊 大声地喊 闭嘴 但是阮雅却突然改变了姿态 总裁斯特尔的设计是老高给我的 我一个小设计师 哪敢反抗经理呢 陆海生摸了摸下巴 哦 老高给你的 为什么 当时老高说有个顽品的设计稿可以给我 只要我答应成为他的女人 我又怕他又想把这个案子做好 就答应了 苏暖暗叹一句 这招真是高 老高都离职了 这不是死无对证了 陆海生想了一会儿说 既然是这样 还真的是委屈你了 如果你还想做的话 可以继续留下 阮雅感谢总裁为他做主 随后 陆海生就带着苏暖走出了会议室 在总裁办公室中 苏暖质问陆海生 你怎么回事 那个女人一脉惨 你就给迷住了 陆海生却挽起眼睛 笑了笑 你不觉得阮雅这个女人吸引得不错 很适合公关工作吗 苏暖眯起眼睛 在云城你可得洁身自好 不然的话 乔白却在这时给苏暖打了电话 他疲惫的声音从话筒那边传来 暖暖 你在哪儿 我要跟你说件事情 我可能要去燕京一趟 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 随即乔白沉默了一会儿 他明天早上离开 问苏暖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就想见到他 陆海生此时也听出电话那段的不对 沉默了一会儿 等到苏暖问他批架的时候 陆海生立刻就准了架 望着苏暖离开的背影 陆海生忍不住提醒说 嫂子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只要记得 有人始终会对你好就行了 苏暖对这句话一枝半简 但是他还是觉得先见阿白要紧 苏暖在微云附近的地铁站口 看到了正在等待的乔白 此时的他被阴影所笼罩 乔白看见苏暖来了 便提起之前的赌约 当时苏暖输了 所以他要答应一件事情 乔白握住苏暖的手 贴在他的脸上 我要你一直留在我身边 苏暖笑着回答他 阿白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只有你 只属于你 乔白忍不住深情地吻了下去 二人在樱花树下接吻 画面十分唯美 暖暖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要相信 我是爱你的 那天早上中午 苏暖从床上爬起来 他感觉乔白和往常不太一样 怪怪的 这时 门铃突然想起 苏暖打开了门 看见了惊喜出场的米勒 苏暖看见米勒后十分开心 让米勒和他一起住 正好乔白也出差了 米勒也是这么打算的 他要先去洗个澡 去聚灰 一会儿再接着说 门铃又想起来 苏暖以为是谁的快递 陆海生出现在门口 苏暖问陆海生 为什么会过来 陆海生解释说 小乐说 要直接到嫂子这里来 估计时间差不多了 苏暖望向遇事 问陆海生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陆海生也认真地回复苏暖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辈子 我只想跟米勒一起过 陆海生听见了米勒正在旁边私语 决定还是先回公司 如果他们想出去玩的话 他随时准嫁 过了一段时间 苏暖和乔白打电话 他问乔白是不是已经到了 乔白又叮嘱他要记得去吃饭 饭一定要热再吃 苏暖开玩笑地和他说 他现在是不是可以叫他乔妈妈 乔白让苏暖给他几天时间 再给他几天时间 他就能回去 回到云城 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 苏暖听见乔白的话 让他赶紧休息 但是内心的疑问 却只多不少 乔白挂断了手机 转而推开面前的门 一旁的家仆在旁边说 少爷 您回来了 乔白却冷漠地回复 我肯回来 也是随了你们老爷的愿 何况我已经脱离你们乔家了 不要再逼我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回去告诉老爷子 苏暖 要是真出了什么意外 你们所有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家仆弯了弯腰 表示会转告给老爷 乔白看着钱包家层里苏暖的照片 内心发誓 苏暖曾经受过的委屈 他绝对不会再让他经受 粉饭女子在门外 看着乔白的背影 白 我又回来了 这次我再也不会离开你 苏暖拿着上次爱玲给的VIP卡 和米勒说带她去吃牛排 折扣特别大 在爱玲 苏暖看见了李姐和她的儿子萌萌 苏暖开心地和李姐打个招呼 李姐说 她拿到了蓝天设计案的奖金 要带着孩子吃一点好的 这时 对面走过来三口人 萌萌跑上前去问那个小孩子 小虎虎 这个漂亮的阿姨是谁啊 我记得她不是你妈妈 难道是你爸爸的辛勤人吗 萌萌面色难堪地看着这个小孩骂道 这是谁家的孩子 怎么教育的 怎么说话的 萌萌被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李姐也赶到了现场 将萌萌抱入了怀中 你来吃饭 对孩子凶什么 萌萌又在和王少告状 王少刚想开口阻拦 便看见了一旁的苏暖 还记得这个女人好像背景很大 还是少招惹她比较好 王少随后带着软雅离开了现场 但是软雅却很生气 王少连忙带着软雅离开 软雅在心中愤愤 次次都是苏暖和大理挡在她的前路上 她肯定要报复回来 一边的经理人也让苏暖不要再生气了 和他们一起去楼上的包厢间吃饭吧 几人坐在包厢内 米勒借口去卫生间离开 只留苏暖和李姐两人在包厢内 李姐问苏暖那个漂亮的姑娘是谁 乔白怎么没来 苏暖解释说米勒是她从小的闺蜜 阿白出差了 李姐放下茶杯 问苏暖乔白是不是还是不愿意带她回家 苏暖回复说乔白是和家里闹翻了 所以乔白是不会回家的 但是李姐突然靠近问 她家在哪 家里几个人都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和家里老烦 她都了解吗 苏暖认为阿白不说一定是有她自己的道理 但是李姐却在旁边劝导 苏暖因为自身原因和家里闹得也很不愉快 所以觉得乔白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 李姐又问万一乔白的家里不认可她怎么办 苏暖执拗地说 那我就永远不和他们联系好了 这时米勒也回来了 苏暖其实也在担心乔家对她的态度 陆海生给米勒发了一条短信 但是米勒的手机没电了 苏暖讲手机递给米勒 但是手机不慎滑落 米勒想要阻止苏暖拿起手机已经来不及了 屏幕前是乔白和另一个女子的合照 两人都没穿衣服 苏暖看着这张照片 淡定地和米勒说 这张是合成的照片 米勒却很惊讶 苏暖指着屏幕解释说 乔白的脸是后面贴上去的 米勒一看 果真如此 苏暖内心不安 虽然头是贴上去的 但是那个身体 确实是阿白的身体 为什么要把一张真实的照片处理成那样后 再发给她呢 最重要的是 照片上的女人是谁 又是谁给她发的消息 为什么米勒会知道 有人给她发照片 米勒看见一旁的苏暖 还是受到了影响 苏暖心神不定地 吃完了这一顿饭 突然起身离席 就要先回家 米勒此时也说 陆海生今晚要去找她 就不去苏暖家了 免得苏暖尴尬 苏暖回到家后 一边脱衣服 一边回想 今天照片上的那个女人 到底是谁 此时 门口却传来大力地敲门声 门被从外面打开 乔白浑身湿透地进了门 身体发烫 苏暖摸了摸乔白的头 问她是不是发烧了 快进屋把湿衣服脱下来 乔白看着面前的女子 一把将她搂入怀中 苏暖赶紧推开她 十分担心她的身体 要去给她拿毛巾 乔白搂着她的腰不让她走 但是苏暖却发现 门还开着 会被人看见不太好 乔白听后 一把将苏暖扛了起来 那就进去再继续 第二天一早 两人躺在床上 苏暖不可置信地问乔白 阿白 你真的回来了 乔白也吻了吻她的额头 嗯 我回来了 暖暖 随后 苏暖和乔白说 她昨天收到了 她和另一个女人的艳照 乔白一惊 苏暖接着又说 不过我知道 阿白是不会对不起我的 那个照片屁得很假 乔白翻身 一手煮在苏暖的身边 她昨天不小心 在酒店被人下了药 所以赶紧回了家 不过乔白绝对没做 对不起苏暖的事情 苏暖也表示 没有人可以拆散他们 她会一直相信乔白 乔白和她承诺 只要结婚证上 有两人的名字 她乔白就绝对 不会对不起苏暖 身心必定都是属于苏暖的 乔白随后起身去做饭 决定将刘若的事情 先埋一下 随后两人坐在餐桌前 吃着晚饭 苏暖谈起她爷爷的事情 但是乔白去给苏暖 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乔白在燕京听说 林老爷子中风了 现在还在医院里 身子不是很利索 但也只是 听说她正在托她的朋友打探 苏暖于是回忆起 她和爷爷小时候的点点滴滴 但是后来苏暖 却一步步地离开了爷爷 陆海生家 米勒在听说林爷爷病了以后 马上打电话给他爸爸 让他先不要着急 一旁正在吃苹果的陆海生 也说他家里得到了一些消息 似乎林老爷子 这次中风中的有些蹊跷 米勒听到蹊跷两字 便来询问 陆海生咬着苹果 这个暂时还不确定 主要是从没听林家的人提起过 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所以这里面必有蹊跷 米勒说 这件事情是乔白告诉他的 说这件事情 在燕京闹得沸沸扬扬 既然林家能把消息封锁的 让你们陆家都弄不清 那乔白又是怎么知道的 苏暖靠着乔白在沙发上坐 他还是很担心爷爷 想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但是他很担心 林轩和林瑶不会理他 所以他想问他 能不能打给秦真 乔白的手一顿 爷爷是最重要的 没事的 去问吧 电话没响两声 便被秦真接起 苏暖问秦真爷爷还好不好 但是秦真却不知道 苏暖是怎么知道爷爷的事情的 乔白将手机接过 和秦真聊了起来 秦真疑惑 为什么乔白会和苏暖在一起 乔白表示 他当然会和他的妻子在一起 如果秦先生想要闲聊 他认为 他找自己的妻子更合适一些 不管秦真对乔白是否满意 他们都会回燕京探望爷爷 哪怕他不告诉他们爷爷的情况 但是秦真却严厉地制止他们的行为 乔白在听了秦真的讲述后也很惊讶 随后他挂断了电话 苏暖赶紧问爷爷的情况 乔白说爷爷目前脱离了危险期 但是下身瘫痪 讲话也不利索 听到这里 苏暖整个人陷入了无穷的悲伤中 乔白安慰苏暖说 爷爷不会有事情的 但是苏暖不管怎样 现在都想回去 乔白也同意了他的想法 林轩此时也从秦真的身后走来 他问秦真刚才在给谁打电话 为什么喊他几声都没反应 林轩怀疑他是不是在和苏暖打电话 但秦真解释说公司出了点问题 林轩继续逼问谈公司为什么要躲在角落里 秦真忍无可忍 你能不能别无理取呢 就算是我跟暖暖打电话 那也是清清白白的 林轩像是突然听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疯狂地扯住秦真的手臂 秦真你终于承认了 别不要脸了 苏暖都结婚了 你还在基于什么 你跟我结婚还惦记着别人 你还叫他暖暖 秦真一把甩开林轩的手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 只留下林轩一人在房间的地毯上 哭着跪坐在地上 林轩回忆起往日的种种 他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只关心苏暖 不管是爷爷还是秦真 乔白在家中整理衣物 一边思索着 难道秦爷爷的突发病症 始作俑者是针对的暖暖 这时传来敲门声 米勒和陆海生前来做客 看见两人乔白 连忙将食指比在唇前 暖暖要回燕京 但林家的情况不太对 请你们帮我拦着点 苏暖从楼上下来 米勒一下扑进暖暖的怀中 担心地看着暖暖的精神状态 苏暖说他要回燕京 没有办法招待他们两个 十分抱歉 但是米勒却指出事实 如果现在回去 没有爷爷在家 林家不会让他进门 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爷爷 苏暖回头看着陆海生 问他能不能帮一帮他 陆海生也说 虽然他可以查得出来事实 但是这也需要时间 这件事情急不得 乔白趁热打铁 让苏暖先留在这里 等到海生 查到确切消息了以后 他们再回去 过了几天 苏暖在自己的工位上发呆 一旁的同事兴奋地说 阮雅辞职了 陆总也回了燕京 他们突然好轻松 苏暖很惊讶 阮雅怎么突然就辞职了 同事也不清楚 但是部长也换成了李姐 苏暖想起来 今天上班还没有见到李姐 同事听说 他丈夫家的老房子拆迁了 他今天没来上班 家里要张罗的事情 应该太多了吧 是这事 姐却打了电话来 苏暖震惊地听说 李姐被打伤了 也希望苏暖可以帮她 去接一下萌萌 苏暖抱着刚刚放学的萌萌 萌萌却一直哭闹着 要找妈妈 乔白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把孩子接了过来 苏暖边走边担心着李姐 他们把孩子送到了医院 李姐此时也骨折了 他这个伤是他那个 不成期的丈夫打的 他有钱了 便想和他离婚了 他不同意 就打伤了他 因为李姐的娘家都在外地 照顾不了自己 所以李姐想把孩子 交给苏暖照顾几天 三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时 苏暖感叹 他以前以为李姐的烦恼 是由于钱不够的原因 没想到他有钱了以后 仍旧不幸福 阿白 我们的幸福 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吗 乔白望着天边的月亮 他相信他们可以的 因为他们彼此信任 晚上某某一个人 躺在大大的床上 梦中谜南 妈妈 你别不要梦梦 苏暖替萌盖好被子 走了出去 乔白坐在沙发前看着书 见苏暖走了出来 问孩子还好吗 苏暖坐在椅子的扶手上 说萌萌已经睡着了 问乔白喜不喜欢孩子 要不要试一试带孩子 乔白觉得 苏暖在暗示他些什么 问他是不是想生一个 他们自己的孩子 当气氛有些暧昧时 萌萌的声音突然传出 他像是做了噩梦 一直哭喊着别打我妈妈 爸爸不要打妈妈了 苏暖跑进来 抱着孩子说妈妈在 妈妈没事的 妈妈会回来 接萌萌的 萌萌不哭 萌萌也醒了 抱着苏暖一直在哭 乔白看见眼前的画面 想起当年的事情 他当年也是那样 依赖着妈妈 但是却依赖不了很久 如果他也能像苏暖 这样保护他的话 该有多好呢 乔白将萌萌的头 放在自己的腿上 轻声安抚着他 苏暖看见眼前的一幕 肯定乔白以后 一定是一个好爸爸 乔白也说 苏暖以后 一定会是个好妈妈 两人中间隔着萌萌拉灯 晚安 孩子他爸 晚安 孩子他妈 梦里 乔白似乎梦见了 曾经小小的自己 清晨苏暖在床上醒来 听见噼里啪啦的声音 乔白早上带着萌萌 一起在厨房里忙活 两个人 做着可爱形状的早餐 看见苏暖醒了 萌萌说 阿白叔叔再给他做面包 这个花 是他自己用模具印出来的 苏暖夸萌萌 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小孩子 过一会儿 阿白叔叔就会带他去幼儿园 苏暖从身后抱住乔白夸他 果然会带孩子 但是苏暖还没有告诉乔白 萌萌要去哪家幼儿园 于是苏暖 去翻萌萌的书包 去看他是哪家幼儿园的学生 苏暖 却在萌萌的书包里面 发现了户口本和房产证 这么重要的东西 这一看 就是李姐故意放进来 让孩子带过来的 乔白也说 看来事情 应该比想象中的麻烦 他让孩子 今天先不要去幼儿园 今天乔白留在家里陪着萌萌 之后 乔白给助手打电话 让他们带几个人 到圣安医院去306病房 关注一个叫李姐的女人的情况 再调查一下他丈夫的动态 有消息随时给他汇报 乔白希望他们 可以对得起自己的身份 不要因为不在燕京 就不为他做事 过了一段时间 助手发回了线索 原来李姐的老公 正在和阮雅一起逛街 苏暖在办公室给李姐发消息 告诉他一切都很好 乔白也将这个线索 分享给了苏暖 难道阮雅辞职 就是为了勾引李姐的老公吗 他这样做是故意报复李姐吗 苏暖和乔白两个人 坐在沙发上商讨着事情 但是却传来了急切的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李姐的老公 男人大步走进苏暖的家里 静止去找了萌萌 想要要回东西 并威胁乔白说 如果他的东西有了什么闪失 他让他们全家 吃不了兜着走 乔白说 如果那个男人还不走的话 他就会打电话报警 男人不在意乔白的举动 因为警察局的局长 就是他的二叔 明天他会再过来一趟 如果拿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他们也别想过安宁的日子 说完就将一个花瓶 砸向了乔白的头 男人走后 萌萌也嚎啕大哭 苏暖连忙安慰 鲜血从乔白的头上留下 那一刻 乔白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蓝牙打开门以后 外面的快递员 给他递来一个盒子 说这是受陆海生少爷的委托 送给他的一些心意 阮牙十分疑惑 好奇地去看 里面是什么东西 原来送来的东西这么好呀 快递员说 陆海生希望他妥善地保存这份心意 李姐的老公在旁边 问阮雅这是什么 阮雅说是朋友送的礼物 是他的私事 不要管 十五分钟后 又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阮雅打开门 一群警察站在外面 请问陈大志先生在这里吗 陈大志熟练地和警察打了招呼 同时说 有人报警说 住宅被他撕闯了之后 家里贵重物品就丢失了 警察下令去搜索 陈大志脸上却没有一丝慌张 他家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 此时 警察们把小盒子搜了出来 但是阮雅却说 那是他自己的东西 那是一套市值八百万的出版空想首饰 阮雅忙说 这是他朋友送给他的 不是偷的抢的 快还给他 陈大志也说不可能 他根本不认识这东西 这不是他拿来的 警察将二人带去派出所 详细讲述一下 这套贵重首饰的来历 阮雅十分抗拒警察们的抓捕 他仔细地回想 原来那是刚刚陆海生送来的首饰 这一定是苏暖搞的鬼 这一定是他陷害他 他和警察们说 这个首饰是一个叫苏暖的女士的 陈大志听后 一脚踹到了软雅的身上 警察们根本来不及阻止 两人在上车期间 仍旧有很多不老实的举动 一旁的快递员给乔白打电话 事情都办妥了 乔白赞赏了他几具东西 记得带回来 别落下 旁边的苏暖正在和孩子玩 看到乔白接起了电话问他 是不是还有事情要忙 李姐的亲人从老家赶回来了 孩子有人带了 李姐也要好了 苏暖的手机响起来 是米勒带来的 米勒说 他们现在只能确定 林爷爷在林家的住宅里休养 具体信息 林家不肯透露 只能他自己回去看 苏暖决定赶紧回燕京 苏暖和乔白两人到达燕京飞机场 乔白和司机师傅说着林家大宅的位置 几人驱车前往当时宴会的庄园 苏暖暗响的门铃 保安也出现了 警告苏暖 不要随意破坏他人财物 这里是私人宅院 没有预约 不能入内 苏暖大声喊道 他是回来见爷爷的 这是他自己的家 为什么还需要预约 保安却义正年词地 说他没有见过他 苏暖解释 他之前住在云城 爷爷生日回来过 一边的乔白打完电话 让暖暖和他先离开 打电话都没人接 里面肯定是有人吩咐了 不让他们进 苏暖十分难过 虽然米勒提醒过他 但是没有想到 真的连家也不能回 乔白打电话 让陆海生派个车来接他们 一旁的庄园上方 林轩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十分得意 和保安嘱咐 以后也不许他们进来 陆海生亲自开车来接他们 和苏暖说 据说林氏集团内部 出现了财务漏洞 还不确定林老爷子中风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时间很接近 乔白问陆海生 林氏集团资金链断裂 有没有查明 是什么原因 据说是林家老三 有三笔投资失误 挪用了公司的流动资金三个亿 资金周转不开 直接导致了几份合作方的撤资 资金链彻底断裂 苏暖一听就明白了 林家老三肯定又拿去赌了 林明光一贯是这样 爷爷就是因为对他太纵容了 什么事情都等到弄大了才管 根本就管不住 苏暖边哭边发誓 如果爷爷真的是被他们气得中风了 他不会放过他们的 乔白也拍拍他安慰 林氏集团不会有事情的 陆海生问要不要 给他们找一个酒店 乔白决定将暖暖带回自己家 苏暖和陆海生都很震惊 苏暖也终于可以被乔白带回家了 电梯停在28楼 乔白打开了门 苏暖一进屋便参观了起来 阿白 你家好空旷啊 这么大的房子 在这个地段很贵很贵吧 乔白看着他的背影 将包放下来 我家祖屋拆迁了之后 用拆迁款才买在这里 因为之前很久没有人住 所以很多东西没添置 也没在乎 苏暖转头问 阿白 你的家人还生活在燕京吗 乔白沉默良久 对他说起家里的状况 他的妈妈现在在M国养病 他的精神出了问题 有时候连小白也忍不住 他也为此心力纠缉 乔白对苏暖沉默 等到他的病情稳定 等爷爷的事情处理完 他们就可以一起去探望他的妈妈 苏暖也很兴奋 让乔白以后有婆婆的消息 都随时告诉他 乔白还以为 暖暖会对妈妈的病有什么顾虑 没有想到 竟然如此的关心 苏暖一边收拾 一边问乔白 他可以布置这个家吗 乔白说 这里的一切都由苏暖说了算 看着苏暖十分热情地 想要把家里装饰成 他想象中的样子 还要将他的妈妈接回来 乔白心里十分地感动 从身后抱住苏暖 等到他们以后有了孩子 他也一定喜欢在天上露营 二人在夜幕下接吻 晚上乔白从浴室里洗完澡出来 看见苏暖一个人 躺在床上思考 为什么林家今天不让他们进门呢 乔白附和道 爷爷生病时 你拿到的股份 让林家的所有主要成员都眼红 他们巴不得你赶紧回去 好把股份要回去 怎么会不让你进门呢 苏暖听到乔白这么说 也发现问题的不对劲 不让他进门这件事情 应该是林家单独某个人做的 而林轩和林妙 则是最有可能下达命令的人 其他人根本不在乎苏暖 是不是林家人 只有他们两个 总是想要把苏暖赶走 尤其是林轩 乔白看着怀里的苏暖 让他搂入一夜无梦 乔白的手机在大意中震动 一条来自陆海生的微信消息 弹了出来 你真的准备动手了吗 第二天一早 乔白收拾好 准备出门 苏暖正在镜子前 整理自己的衣服 他决定自己去 他昨晚想了很久 上一次寿宴的事情 他很生气 为什么他没法面对 那些亏欠他的人 还要他们帮着他 所以这一次 他想要自己解决 无论面对的是林轩和秦真 这一次 他都不会再软弱了 苏暖坚定地说 爷爷是对他最好的人 他一定要找到他 乔白让他放心去 他永远支持他 乔白扶住苏暖肩膀 你现在是林氏集团的大股东 他们不敢动你的 而且 只要你需要 我就会一直在你身边 苏暖刚从家中出来 便被一个男子叫住 男子解释 家里的保安换了人 所以不认识小姐 现在他是来接小姐回家的 楼上的乔白看见这一幕 内心疑惑 他们是怎么知道 暖暖在这儿的 难道暖暖被人监视了 随后他给人打电话 让人来接他 电话那头十分高兴 少爷 您终于愿意在公司露面了 乔老爷子说 很高兴 您能想清楚 另一边的苏暖 顺利地进入到庄园 但是他觉得 顺利地让他有一些不安 而且 一个熟悉的庸人都没见到 才半年过去 怎么换人换得这么彻底 林母看见苏暖 前段时间 我还在跟你三伯母说着呢 也不知道苏暖过年回不回来 苏暖点了点头 问他爷爷在哪里 爷爷病了 在楼上养着呢 林母耸了耸肩 对苏暖说 苏暖听到楼上 便直接冲了上去 一旁的林母 看见苏暖这样的态度 内心十分生气 苏暖一看见爷爷 就跪在了爷爷的身前 大声地呼喊着 爷爷也缓慢地睁开眼睛 手指微颤地 想要摸他的脸 祖孙两人都十分激动 而门外的林轩 看见这一幕 却十分刺眼 爷爷连自己都认不出来 居然只记得苏暖 明明照顾爷爷的人是他 林母此时走了进来 说 爷爷病了已经一个多月了 好不容易才好 没告诉她 是因为苏暖 在云城那边不容易 而且工作上总是出事 家里还被歹徒闯了 苏暖也疑惑 为什么他们对他的生活 了如指掌 林母邀请苏暖在家里吃饭 林轩听见以后 便将碗放下 说自己中午约了人 就不在家里吃饭了 苏暖跪在爷爷的面前 和爷爷说 如果他们照顾不好他 苏暖就将爷爷 带回云城来照顾 这时苏暖的身后 传来熟悉的声音 是秦真 苏暖和秦真客套了两句 两人便来到阳台单独聊天 秦真说他实在是太想他了 而且也没有办法去云城看他 秦真想把手搭在苏暖的肩膀上 却被他躲开 苏暖连声谢绝了秦真的好意 秦真也解释说 之前公司出事的时候 他正好在国外 所以就没有办法处理 但是秦真却发现 苏暖用那种不满的眼神看着他 苏暖冷声说 你们到底对我的私生活 是多么的关心啊 居然什么都知道 听说我过得很幸福 是不是很开心啊 秦真一副可怜的模样 他只是遗憾 这份幸福并不是自己亲手给的 苏暖又一次打破了秦真的幻想 林轩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他这样还是不太合适 乔白此时发来云信息 暖暖晚上吃三辣鱼吧 下午你买好菜 我回家做 早点回来 爱你 苏暖也微笑着回答 我争取早点回去 我也爱你 秦真听着两人的对话 一把抓住了苏暖的手臂 质问他 乔白那小子一穷二白的 我哪里比不上他 两人争吵了起来 难难你忘记 我们之前的感情了吗 秦真 当初是你放手的 现在 你也不要拉着我 此时回想到 两人以前幸福的画面 一时心痛 昨晚 男人将秦真叫进书法 这件事情 你去最合适 苏暖跟你有时间的感情在 他八成 还喜欢着你 千万把事情办妥当 秦真低头接下命令 秦真想起 再次演戏 暖暖 我是真的担心你啊 你来林家很危险的 苏暖正脱开了他的手 有什么危险 不就是为了我手中的股份吗 然后你来跟我打感情牌 想骗我心软 秦真见他看出了 自己心中的打算 恼羞成目 这都是谁跟你说的 跟你讲这些的人 居心叵测 苏暖霸气回应 我告诉你秦真 有人好好对待我 我知道 真心对我好的人 会怎么对待我 他已经不再是原来 那个微微诺诺的苏暖了 秦真看他不持这套 只能转身离开 苏暖捡起地上 正在震动的手机 给乔白发的信息 阿白 今天中午有家宴 你要不要过来吃 乔白却回绝了他 另一边 乔老爷子不满 乔白处理手机上的事情 乔白解释 我上次出差紧急回家了 有些事情没处理完 这次在收尾 两人又在手机上聊了起来 乔老爷子将茶杯放在桌子上 和乔白说 他的未婚妻已经回国了 让乔白去见一见 几人坐在会议室中 乔氏家主赚了转手中的戒指 和大家宣布 乔白将接任乔氏这一任的家主之位 众人十分惊讶 乔白站了起来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一人拍桌而起 凭什么他一回家 就传他家主之位 乔白并未被他所打扰 反而冷静地说 那在座的各位说说 这个位置 谁有资格来坐 乔白一一点出他们的弱点 大伯的决策失误 导致乔氏整体利润下降了三个点 三叔上次得罪外国的大客户 遭到人家报复性的打击 都是乔白去平息的 四表格卷进外围绯闻事件 让全家颜面尽失 另一边女助理进屋 向乔白汇报 M国那边的金融合资案签约成功 大伯突然站起 对方之前一直说考虑考虑 怎么牵到你这里来了 乔白不疾不虚地靠在沙发上 他在云城创业 作为程序员 他最擅长的 就是各种程序和信息 想要做出点自己的事情 就是要掌握比别人更多的信息 众人此时却很愤怒 他们从来没听过 他在云城做出过多大的业绩 看见范儿起身的六表弟 乔白揭穿他 你的老婆要离婚拆分公司的事 要隐瞒多久才敢告诉家人 同时乔白也告诉了他们 是他主动切断了 让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 乔老爷子看见目前的局面 起身拍了拍乔白的肩 让他跟他一起过来 另一边林家的家宴上 众人举杯欢迎苏暖回家 林家的其他亲戚 因为基于苏暖手中的骨粪 都劝他留在燕京照顾爷爷 但是苏暖装出一副乖巧无害的样子 将问题的矛头指向林轩和林瑶 他怕他们两个人不高兴 所以就不回来了 众人听见这话 让苏暖别这么倔强 他爸爸不在家 只有他们可以给他做主 苏暖可以承认自己是林家的人 但是他确实没有爸爸 一旁的林母认为 他这样说话 会伤了他爸爸的心 不管怎么说 林明星也是他的亲生父亲 苏暖质问 伤他的心 当初他丢下我和我妈的时候 难道没有伤我的心 我的身体不太舒服 就先到此了 苏暖刚想走出燕厅 就有人规劝他 既然你认自己是林家的人 那现在公司有难 你作为林家的一员 就得义不容辞出手帮忙 你可以走 但是林家的东西 你要留下 众人将自己的贪婪显露在外 苏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林氏有危机 不可能吧 而且我又不在公司任职 林氏 危机我能出什么力 一旁的人回答 林氏集团现在资金有些问题 需要把他手里的股份转过来 保证公司的董事位置 在林家手里 苏暖毫不退让 那下一次董事会麻烦三伯通知一声 我会去参加 为了爷爷 林氏危机 他不会不管 而众人却对他这一举动 感到不满 他手上的10%股份 是林家当中最多的 既然如此 他会和其他董事说明 林氏还是林家股份占的最多 集团不会一主 他也让三伯放心 他不会把这份股份 卖给任何人 因为这是爷爷给他的 他绝对会守好 三伯嘲讽 苏暖不会以为 他去董事会 可以说得上话吧 苏暖也开口讥讽 他可不像三伯那么有本事 欠了一屁股债 才导致公司资金断裂 三伯将手里的红酒扬了出去 红酒杯碎在地上 阴出一片血红 三伯也让家仆把苏暖给关起来 今天他要替他爸教训他 米勒在这时及时赶了过来 说他爷爷弄了一袋上好的大红袍 让他来接邻爷爷 去他家跟他品茶 看见轮椅上的林老爷子 苏暖拒绝了米勒的好意 于是米勒就顺时邀请暖暖一起去逛街 两人离开了林家 临走之前 苏暖对三伯说 别忘了 他也要去董事会的事情 回到家里后 米勒说乔拜不放心他 所以让米勒过来看一看苏暖 这不恰巧就赶上了 看见空荡荡的屋子 米勒说 至少要把婚纱照挂起来吧 但是他们当初直接领了证 连婚礼都没有 也就没有婚纱照 而此时 米勒做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他伸手一拿 是一个手势盒 苏暖说 这不是他的东西 他们将手势盒打开 里面是一对对戒 但是只剩南戒了 两人猜测 可能是阿白父母的 这个房子 原来是阿白的妈妈住的 米勒又提议他们 以前总是一起去看婚纱 这次要不要一起去逛一逛 于是 他们来到了婚纱店 看见橱窗里美丽的婚纱 他们都露出了向往的表情 米勒劝苏暖来 试一试婚纱 但是苏暖觉得 这家的婚纱太贵了 想到这儿 苏暖就给乔白打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待会儿去买菜 米勒在电话里告诉乔白 他们在婚纱店 苏暖看见了 一件婚纱觉得贵 让乔白来店里定夺 随后 苏暖就被推进了十一间 乔白来了以后 只看见米勒一人站在大堂里 米勒对乔白说 乔白马上就出来 他去试婚纱了 乔白想起之前家主说的话 苏暖不适合成为家主夫人 既然乔白已经接手家主之位 过几天就把婚离了 和他的未婚妻好好相处一下 这时苏暖是好了衣服 从十一间走出来 乔白被苏暖的装扮惊艳到 米勒在一旁一直夸着苏暖 苏暖也想知道他这身装扮 乔白会不会喜欢 乔白此时走上前去 手里攥着一条项链 这是听说他在试婚纱 乔白特意带来的 乔白给苏暖戴上项链 这原本是他妈妈的项链 所以应该算是他婆婆给他的东西 乔白扶住苏暖的肩望向镜子 对他说 暖暖 你好美 米勒看见苏暖脖子上的项链 让导购给他们找一件搭配适合的婚纱 问他们 一会儿要不要补一套婚纱照 乔白却拒绝了 苏暖也遗憾地表示 他们已经领过结婚证了 没有婚纱照 是无所谓的 乔白看着苏暖的脸 知道他又想多了 解释说 他一定要给苏暖找一件最好的婚纱 才能去拍婚纱照 苏暖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 乔白在他身边 其他的都无所谓 随后 导购找来了几条更合适的婚纱 带着苏暖去试一件事 大堂内只剩下乔白和米勒两人 米勒开门见山 他知道乔白是谁了 乔白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问米勒苏暖知不知道 米勒没有告诉他 但是不知道 素暖有没有从其他渠道听说 乔白请他 暂时不要告诉曼曼 如果他们是在半年前认识的 米勒会怀疑 乔白是为了临时的那百分之十的股份 但是乔白和暖暖 是在一年前相识的 米勒知道 乔白是在三年前回的国 之后销声匿迹 没想到他是跑去了云城 乔白不知道 为什么米勒对他的行踪这么了解 米勒没回答 不管你之前是不是有目的 现在我想听听一个 身有家族内定妻子人选的家伙 去跟暖暖结了婚 对这件事的说法 乔白目光一冷 他现在才是乔家的家主 到底谁是他的妻子 他自己说的算 米勒警告乔白 如果他也敢抛弃他 米勒绝对会提到 去砍了乔白 不管他是不是乔家的家主 乔白不会让他有这个机会的 这事苏暖也从事宜间出来 他觉得 这些婚纱搭配起来都不是很合适 还是等以后再说 回家的路上 苏暖问问米勒 为什么不也试试婚纱 他和陆海生的感情也很稳定 但是米勒却说他和陆海生 不会有特别多的瓜葛 虽然很惊讶 但是米勒却掉开了话题 今天米勒为了苏暖跑了一天 他晚上一定要吃一顿好的 乔白也在此时提议 回家前去烫超市 晚上可以吃炖肉 乔白要给陆海生打电话 让他过来一起吃 米勒心里不太舒服 明明陆海生什么也没干 就有炖肉吃 要让他把家里酒窖里的好酒 拿过来几瓶 乔白给陆海生打电话和他说 米勒让他带点酒来 来他家吃饭 晚餐前两人在厨房忙活 乔白问陆海生他和米勒还好不好 下午好像米勒在跟他生气 陆海生洗着蔬菜沉默不语 半少和乔白说 他可能要订婚了 乔白很惊讶 陆海生解释 说是白家的女儿 餐桌上看着米勒疯狂地喝酒 陆海生连忙阻止 米勒一把甩开了陆海生的手 和他说他可以找代价 不关他的事 晚餐结束后 米勒喝得鸣鼎大醉 陆海生要送米勒回家 看着两人都喝得很多 苏暖开口留他们在客房住下 但是陆海生只要带米勒走 乔白也拉住了苏暖的手 让他别管 晚餐结束后 两人坐在餐桌前 苏暖说 他们两个今天很不对劲 真的不会出事吗 乔白告诉苏暖 陆海生他可能要订婚了 苏暖大惊失色 陆海生他不是喜欢米勒吗 阿白 你听说了什么吗 乔白告诉了苏暖这个残酷的事实 男男你应该知道 陆家那样的家族结婚对象 都是有商业和政治联姻的因素存在 更何况陆海生还是陆家的下人家主 苏暖以为米勒配不上陆海生 他觉得米家和林家差不多 还是不行吗 乔白点头 苏暖也知道了 为什么米勒去云城找他的时候 就一直不高兴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 他转头问乔白 如果他是陆海生 他还会和他结婚吗 乔白搂住了苏暖 他会 苏暖摸着乔白的手 但是他刚刚才说 陆海生这样的人不能拥有自己的爱情 乔白让苏暖放心 他和陆海生都不是那种甘愿屈服的人 所以他不用担心米勒 之后 乔白嘱咐苏暖 最近事情很多 他自己待在家里的时候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也不要接不知名的快递 第二天 苏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米勒过来敲了门 他浑身十分邋遢 一进门一言不发的 就躺在沙发上 苏暖问米勒发生了什么 米勒说 他把陆海生给睡了 米勒突然站起喊道 男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女人还是要靠自己 他一把抓住了苏暖的肩膀 暖暖 你要不要跟我去开女装部 女人还是要把蔚来抓在自己的手里 他现在就要去微云上班 苏暖问他 是不是想去云城 米勒回复 微云的总部就在燕京 而且刚刚空降了一个新总监 我要向他申请成立女装部暖暖 你愿意过来帮我吗 苏暖同意 他收拾收拾 整理一下 他们就过去了 望着苏暖开心的背影 米勒忍不住想起今早的谈话 乔家要求乔白 跟雷家的大小姐交往 他们两对人都面临了同样的问题 微云燕京总部 韩总监 你想批用我的事 我答应了 米勒推开韩逸办公室的门 他希望能在微云开创女装部 苏暖很惊讶 韩逸为什么在这里